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在爱尔兰的遭遇 第一个我在爱尔兰首先去的是爱尔兰的首都道布林 因为我的iPad和手机都中毒了 所以我就去买新手机 没想到我刚到道布林就被盯上了 我看好了手机去换钱的一会儿的功夫 那个中国店主就接到了命令黑了我的手机 我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我的手机被黑的 因为我的手机可以自己发短信询问电话号码 可以自己打开蓝牙和WiFi 而且输入法也经常不按常规打字 而且我的谷歌账号经常自己关联我的其他的软件 第二个我在爱尔兰只待了两个月 就被关闭了至少六张SIM卡 四张是LekkaSIM卡公司的 两张是WordafoneSIM卡公司的 他们根本忘记了 忘记了我是一个正常人享有通讯的权利 因为钱他们作为警察 却在做罪犯才做的事 第三我在爱尔兰找了一份工作 是在市中心的马来西亚人开的东庭餐馆 我刚工作了一周 那个叫阿里克斯和麦克的马来西亚厨师 就开始给我下毒了 但那个香港厨师好像始终没有人让他对我下毒 最奇怪的是餐馆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却突然关门了 而且我很明显感到餐馆的老板对我怒气冲冲的 他甚至都没有给我最后一周的工资 第四我在爱尔兰克克住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房子 里面住的是我和另外八个学生 我刚进去的第二周 有两个山东的留学生 就是两个高个子的女的 和那个负责这个整个房间住所的一个小胖子 好像是南方人 他们这三四个人就开始给我下毒 我洗衣服的时候 那个山东林医的留学生 给我扔进去就是一些毒药 我在英国普利茂斯的时候被扔过 我洗好衣服 我还没有穿上 只穿了一双袜子 脚丫子就又疼又痒 我没有办法就把所有洗的衣服就都扔掉了 第五在爱尔兰期间 我有去过Waterford的大学附属医院检测身中毒 但我最终没有做检查 因为我发现在爱尔兰 在英国 在新加坡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就是这些国家所谓的先进的病人网络自由共享系统 因为在这三个国家 都有医生在我没有进医院之前 就提前在我的病例上备注了虚假的信息 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因为中毒恶心 出现了就是手指麻木的症状 但是医生给我备注的是 我没有中毒 我恶心是胃不舒服 肢体麻木是因为更年轻 所以在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那个医生给我开了医生菌和甲骨案 但是我要求检查的项目里面 有拱含量的检查 而服用甲骨案本身就会造成拱中毒 而我在英国去的第一家医院是沃森医院 但也已经有人给我备注了虚假的信息 也是说我没有中毒 说我自己身中毒 是我酗酒吸毒产生的患剂 所以沃森医院的医生 根本没有让专业的血液科医生 给我做身中毒检查 因为身中毒它是有很多身体的外部特征的 一目了然 而是一直对我进行精神方面的检测 但是测试我的护士认为我通过了测试 我反应能力很快 要知道我本身是酒精过敏体质 一杯啤酒我就会满脸通红 我怎么会酗酒呢 而且我作为一个53岁的普通中国女人 连烟都不曾碰过 在中国我哪里有本事去搞到大麻 在爱尔兰的Waterford的大学附属医院 我还没有检查 就被那个负责算是挂号的工作人员吧 像审讯犯人一样 问了我许多和检查根本不招边的问题 他甚至问我晚上住在哪个酒店 我的朋友在哪里 就是朋友的电话 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而且他一边看那个计算机上 好像是有人给我被租的东西 他一边在笑 我一看情况就不对 我转身就走了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次去关于在我各个国家 就检测身中毒情况的一个视频 第六 当我被关闭了第六张莱卡公司的手机卡的时候 我就去科科警察局报案 因为那张卡我刚充值了15欧 里面有25GB的数据流量 我还用了不到24小时 而且我一直是在用的我房间的WiFi 就被关闭了 去警察局报案的时候 一个爱尔兰的警察接待了我 我要求警察帮我 就是审查一下 到底是谁勾结莱卡手机卡公司 关闭了我那么多的手机卡 这很明显就是侵犯了我的通信的权利 那个警察刚开始还会安慰我 说我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但是当那个警察要了我的英国ARC卡 登记信息后突然态度大变 他告诉我晚上七点到这里来找一个中国人警察 我感觉是有人提前在我的这个ARC卡上 备注了什么信息 而且这个人告诉我要相信那个中国警察 可是我晚上见到那个中国警察的情况 却证实 那个中国警察 根本不会帮助我 因为当我告诉他 我手机卡被封锁 我英语不好 不能用翻译软件 遇到问题很难处理 我甚至不能订酒店 也不能找到我想去的地方的时候 他竟然辛灾乐祸的就是冲我笑 而且他还极力让我相信 爱尔兰的孔子学院 没有能力渗透到爱尔兰的警察局 没有能力让爱尔兰的警察跟踪迫害我 当我离开警察局的时候 我立刻决定返回英国 因为我发现爱尔兰被震吐的情况 一点也不比英国差 而且我在机场和一个爱尔兰人闲聊的时候 他竟然告诉我 他知道爱尔兰很多警察局都有中国警察 他们会帮助在爱尔兰的中国人处理问题 我当时就觉得这些爱尔兰的中国警察 可以去演电影了 更可笑的是 几乎我见过的每一个爱尔兰人 他们都在坚定的告诉我 他们相信警察 我真的是为这些腐败的警察感到脸红 他们利用人民的信任 欺骗人民 对我们这些跑到爱尔兰的造谣污蔑 跟踪下毒 甚至我得到从网上买的治疗身中毒的药 让周围的人给我下毒 随意的关闭我的手机卡 切断我与外界联系的一系列的无耻行为 他们不配警察这个称呼 他们是警察中的败类 他们甚至可以成为杀人犯 也不过分 对我来说